诈骗集团黑吃黑 朱信以及诚信嫌犯原本共谋 以收取护照办贷款的方式来从中抽拥牟利 但朱信主席眼看原本的交易失败 另组了诈骗集团还黑吃黑 不但取得诚信男子搜集到的21本护照之外 还炸得400万 警方全副武装攻坚民宅 一名上身赤裸的男子 在楼梯上被警方压制乖乖趴地 会被警方压制在地 一位朱信嫌犯黑吃黑 想骗护照来牟利 搜上外露要从他的诚信友人说起 民国111年12月 诚信男子听客人介绍 收集护照办理贷款能抽优牟利 再来朱信男子与其他三人 收取21本护照 但客人却没再出现 交易失败 朱信男子认为遭诚信男子诈骗 决定黑吃黑 在伙同他人社局 骗取诚信男子收集的21本护照 以及现金将近400万元 那历经三波的攻坚 我们中共逮捕 这个集团犯险 共22人 那其中四名祖先 还遭到宜安地前组 的深压也获准 7月警方巡线逮人 终于破案 瓦解不法集团 而朱信男子还因涉及 妨碍性自主罪 求处22年有期徒刑 百外宾示车也遭扣押法拍 记者张凯廷迎来报道 请告允与